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雷蛇机器上面的硬盘 根据机主那边的描述 他怀疑是电池鼓包以后 电池里面的电解液漏到了这块硬盘上面才导致损坏的 另外他之前也更换过一次电池 据说这是第二次鼓包了 从机主那边提供的拆机图来看 漏液的地方恰好是对着这两个颗粒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颗粒旁边 这对不上胶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颗粒旁边看到一些白色不明物质 这应该是电解液跟空气里面的氧气 发生氧化反应以后得到的一些产物 现在这一个硬盘上电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并且有跳变 我们用这一个主传硬盘盒来单独测试一下 硬盘盒连机是没有反应的 直接短接看看主控能不能识别吧 短接这一边也是没有反应的 现在这一块盘它是连主控都识别不了 有可能是信号出现问题了 因为漏液的这一个地方 它恰好是对着这一个颗粒的位置 有可能电解液已经侧漏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颗粒先插下来 看一下它底下到底有没有腐蚀或者短路的迹象 有些时候如果信号之间存在短路 它确实也会造成主控无法识别的这个情况 贴纸这一边我已经给它撕开了 可以看到有一些还没有干的电解液 附着在这个颗粒以及缓存的位置上 这个电解液的味道一时半会真的很难形容 闻起来前调就像汽车的尾气一样 后调是有那种薄荷的味道 颗粒拆完好像还是不太行啊 后面我又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它拆完颗粒以后 这一个电流虽然会有跳变 但是这个电流对于三星的981来说肯定还是偏低了 经过测量以后我发现 这里有一路电杆 它的对地组织已经差不多为0了 其他地方到时候还好 这一路供电对应的应该是一个1.8V的核心供电 电压这边我调了一个1.5V 咱们来烧一下看看它哪里会有发烫的地方 卧槽这个电流这么大的 这发热的地方好像就在上面这一块啊 这是哪里吗 一个电容 但是我摸着这一个电容好像也不烫啊 刚才我摸了一圈 发现是底板下面这里在发烫啊 主控有一点温温的感觉 并不是这些电容在短路啊 目前短路的地方也还不太明确 咱们继续把这一个电杆给它拆下来做进一步判断 如果是后级短路 那就继续拆这一个主控 如果是前级短路 那就好说了 直接把这一个电源芯片给它换掉 电杆拆完以后 结果是后级这里短路了 后级对应的是这一个主控啊 我们再把这一个主控给它拆下来 看看主值能不能恢复 主控拆完以后 结果这里还是短路的 然后我又把这两根线给它重新接了回去 结果一看 依旧是底板后面这边在发烫啊 很显然这个硬盘就是板层之间短路了 这个硬盘我之前刚撕开贴纸的时候还是有点湿湿的 这个电解液有大概率是通过主板上面的这些过孔 测漏到了板层之间 然后就造成这个核心供电短路不识别了 我在想如果把这个主控重值一下 再把这两个颗粒给它安装到我的料板上面 会不会轻松减漏 算了还是不要立flat了 因为之前每次说减漏 结果都落得满地鸡毛 还是让我先弄好再吹牛逼吧 好的 硬盘这边已经可以识别出来了 算是有惊无险 我发现这个视频的时长还是稍微有点短的 没关系 那咱们继续来看一个金盛的硬盘 其实这一个盘的故障很明显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这一个主控已经怀孕了 从外观上看保守估计都有五六个月了吧 虽然这一个主控坏的概率高达99%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得上电看一下状态的 上电直接大短路 故障很明显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主控给它干掉 拆完以后先别急着装新的主控啊 我们继续来排一下雷 还是大短路啊 再把这一个电源芯片给它拿掉看一下吧 拆完以后 主供电3.3V 以及这一个颗粒的核心供电都是短路的 我现在很担心这个颗粒是不是好的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颗粒给它拆下来单独测一下吧 颗粒拆完以后 这个盘就不会再短路了 很显然是它的颗粒挂掉了 可能有的网友会说 单测一下电容就能判断是颗粒坏了 这样未免太武断了吧 那没关系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给它测试一下 第一片的电流 0.75V 这个肯定短路了 换第二片 第二片 0.62V 这个也短路了 继续看第三片 第三片 直接1.6A了 而且这个颗粒一放上去通电就非常非常的烫 第四片 第四片更离谱 一上来就1.7A的电流 这个肯定也是短路的 四个轮胎全部爆了 大家觉得这样还有没有必要维修 反正我觉得是没必要了 一般像这种全盘短路的 大概率是12V的供电 或者220V的供电 直接冲到这个颗粒里面 把它们全部一拨带走了